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是11代的Artist 要安裝KT的道路板避震器 原來的是有原廠的避震器 然後有改了短彈簧 今天一起把它升級成KT的道路板避震器 KT的避震器道路板前面的彈簧公斤數是配7公斤 後面的話是配5公斤 所以是一般道路板的設定 KT的在Artist的車款我們都有附上座 車友也有改了前面跟後下都是Summit的 前面有附上座 前面有附上座 主尼調整的話還蠻方便的 Artist的話拆妝其實也蠻簡單 只要把他的上式蓋稍微掀開之後就可以看得到三顆螺絲 所以Artist拆妝的話我們拆妝的速度都還蠻快的 那主尼調整就從這個地方 它順時針像這樣的話就是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 手稍微推一下就可以了 不用再把整個飾板都拆開 Artist拆妝的時候這裡有一個塑膠扣 把這個塑膠扣拆開之後就能夠拆掉上座 還蠻方便的 現在只有一隻手不太好塞 等一下再塞好了 KT的話一共有30段的阻尼調整 現在的話車友的旅圈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話應該是還是調整大概在15段左右 這是215 457 這個旅圈是MK的 MK代工 原廠的規格 我們看一下前面的避震器好了 前面已經裝好了 前面Artist拆妝其實很簡單 它就兩顆仰角螺絲 然後離載鑽 跟ABS感應線 跟油管的話扣具是 這顆14號的螺絲 所以拆開之後呢 電池就可以卸下來了 剛剛有提到過了 道路板是200長期公斤 那KT的話 它的功能性會比較豐富 除了剛剛介紹的阻尼可以調整 它的車高也是可以調整的 而且車高的調整 它是靠統身可調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它能調高調低的區間範圍呢 會比較大一點 那怎麼調高低 我們把這個腳管上方的這個托盤呢 把它懸鬆之後 藍色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側高就變高 那相反的話呢 如果長度變短 它的側高就變低 今天也沒有要降很低 原來車友所選用的是TS的短湯化嘛 大概前面三指 後面三指多一點點 今天的話 大概會是前後都落在30幅左右 前十五 後面也是十五段喔 吳欣欣你好 前十五後十五 差不多都調整大概就這樣的段數了 剛好是中間值 那改裝避震器的話 它對胎壓的敏感度會比較高 所以會建議車友的胎壓呢 會按照原廠建議的數值 向日系車的話 阿迪斯它在 駕駛座的門打開之後呢 在旁邊就會有看到原廠胎壓的建議數值 大概是32PSI左右 這是前面 那KT用料的話 裡面的主尼友所選用的是 義大利IP的主尼友 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很好 它是從義大利一整桶進口來台灣 並不是來台灣在做混裝的主尼友 所以油品的穩定度還蠻不錯的 那抗衰退性呢 也有很多的業內 都是用IP的主尼友 油封的部分的話 就是用 NOK 日本NOK 最大品牌NOK的油封 所以KT的品質相當不錯 那上座的話 前面還有後面呢 KT都有附上座了 所以不用再拆原廠來使用 這個車還很新 這台車是15年還16年的11代 所以正常來說 它的上座三年多也還沒有壞掉 那如果 我們常常遇到 譬如說 9代或10代的 可能里程數也比較多了 那車領也比較久 有可能上座呢 原廠上座有可能 差不多快壞掉了 那如果像是要沿用原廠上座的話呢 就會比較容易遇到 那到裝上去之後有問題 那是原來的上座有問題 還是KT的避震器有問題 就比較難釐清 但是KT呢 在Artis 還有剛剛安裝的Tameroy 這幾個車系呢 我們都是有附上座的 所以前面跟後面的上座呢 就不需要再拆來使用 這是前面避震器的介紹 這個也有大包 所以整體造型很好看 這個是右前還在施工當中 然後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剛剛有提到過了 就不用再使用了 它的前面跟後面呢 KT就都有附上座 這個是後面避震器的 Alice的後面避震器還蠻單純的 那它的前後上座 我們都有附 所以就不用再拆來使用 在計時拆裝上也比較省時間啦 換來介紹後面的懸吊系統 後面的話 本來車友還有加裝了 那個Summit的後下拉桿 所以我們先把電器裝上去 那拉桿的話就還沒有裝 後面的話是5公斤的彈簧 然後它一樣是靠 筒身腳管的調整長短 來改變車高 所以這是Artis的誘厚 所以它的整體能調整車高的區間範圍很大 有的車友它是希望降到很低 那KT的道路板降到最低的話 大概可以剩下到半指幅左右 從這個地方後面的話 一樣跟前面是一樣 這個鬆開之後 就能從這裡做高低的調整 那KT的在彈簧預載部分 已經都已經都調整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不要再動它 後面的阻尼調整的話 跟大家介紹一下 Artis其實也很方便 有的車種別還要再拆內裝 還要再把飾板拆開 Artis的話倒是不用 Artis的話這裡有一個試蓋 這個試蓋稍微掀開之後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在避震器上座的上部 這裡就能調整阻尼 算是相當方便 維修也好 然後當你換了改裝避震器 這裡的調整都很方便 車主可以稍微把試蓋掀開 這個試蓋呢 會有一個塑膠扣具在這裡 這個塑膠扣具呢 是扣在這個 看不到 這一個塑膠扣具呢 是在後 上座的上方有一個塑膠扣具 塑膠扣具 拉開之後呢 這個飾板 就能夠掀開 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了 就能從這裡做阻尼的調整 所以車主的話 可以隨著自己想要的軟硬呢 去調整 這是Artist的後面 再來三月還是八月要發表的 十二代的Artist 就一定不是這種懸吊系統 再來走的就是TNGA的底盤 那TNGA的底盤 現在很多的Artist 他那個Toyota的車系都已經用這個底盤系統 譬如說 五代的RAV4 還有八代的 八代的Camry 還有Prius 還有好多啦 好多 相版上也有很多車友是開那個Auris的 Auris的車子也都已經改成TNGA的底盤 車友的車子也固的很漂亮 還有大包 車高降下來之後 當然 帥就帥更多了 這是後下拉桿還沒有裝回去 那很謝謝那個Artist的車友啊 對KT那麼捧場 我們 場裡都有實車 可以提供給車友們試乘 那如果 對產品有問題的話 可以視訊給我 或者是到我們KT的粉絲團 我們KT的粉絲團 大概上半時間 每天晚上的七點 都會有不同的車種 來跟大家做安裝的分享 小編的話都會PO文章 那對產品有問題 也不用客氣啊 可以在晚上詢問 或者是到我們KT粉絲團 直接視訊給小編都可以 後面的話 預計大概是三指左右 後面大概三指 這是215457 OK以上是 Artist十一代呢 安裝KT道路版避震器的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下次有機會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掰掰 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 下次再見